易瑶生活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家庭 爸爸早年离开了他和妈妈 妈妈为了生计不得不给别人按摩 每天对易瑶动辄打骂 易瑶的青梅竹马其名是校草 他品学兼优 家境殷实 家庭关系融洽 在生活中处处照顾着易瑶 有一天易瑶感到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后 竟发现自己得了性病 可她还是一个单纯的少女 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得这种病 家里负担不及医药费 也不敢告诉妈妈 易瑶只能一个人忍耐着病痛 顾森香和顾森希是两姐弟 顾森香成绩很好 在学校一直受到众人瞩目 顾森希虽然成绩不好 但是性格活泼幽默 长得也帅 深受女生欢迎 他们意外地认识了齐明和易瑶 齐明对顾森香产生了好感 两人在一起了 而顾森希也喜欢上了易瑶 这时易瑶的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唐小米 他对齐明有好感 看见齐明与易瑶关系亲密 心中十分嫉妒 他在无意中发现了易瑶得病的事 于是将这件事宣扬出去 联合身边的同学开始对易瑶进行校园霸凌 所有人都鄙视易瑶 天天欺负他 就连齐明也不相信他 这个时候 只有顾森希站在了易瑶这边 还教他进行了反击 易瑶感受到了温暖 对顾森希也产生了依赖之情 顾森希在顾森香和易瑶的手机里 存下了对方的号码 方便随时联系 易瑶得病的事情越闹越大 学校叫来了易瑶的妈妈进行教育 她回家后狠狠地质问 易瑶怎么会得这种病 可最后发现 是按摩的客人用了易瑶的毛巾 才让易瑶得病 妈妈愧疚极了 带易瑶去治病 母女俩的关系逐渐缓和 一天易瑶回家的路上 意外遇见了唐小米被转学前的同学欺负 作为校园霸凌中施暴者的唐小米 原本竟也是一名受害者 唐小米威胁易瑶不要说出去 易瑶只是很冷漠地走开 并不理会她的威胁 毕竟之前被欺负的种种 不是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唐小米心中害怕极了 找了黑社会准备对付易瑶 她一直以为易瑶是齐鸣的女朋友 让黑社会假冒齐鸣 给易瑶发短信约她出来 易瑶却以为短信发错人了 并转发给了顾孙香 顾孙香赴约后被黑社会追赶 由于种种误会 她求求失败 被逼上绝路 坠楼死亡 短信是易瑶转发的 没有人再相信她了 她被认为是杀人凶手 所有的错都推给了她 易瑶绝望 她不明白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这么悲伤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一切 为了自证清白 跳河自杀 索性最后 她被顾孙希救了回来 真相大白 唐小米被判了有期徒刑 顾孙希转学 齐鸣搬家 易瑶的妈妈不再帮人按摩 而易瑶的人生 也在这悲伤之中 沉沉浮浮 逐渐去往远方 愿所有的青春 都可以被温柔对待